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弹波 那在一个中国风的编曲上面 你的弹波的乐器呢 基本上琵琶,古针,然后阳琴这三类 但是阳琴呢,比较少人用 那我就来讲一下琵琶跟古针 那琵琶呢,有一些用数位音乐来做琵琶的时候 有些小技巧要注意一下 就是例如说琵琶的撩子 就是指的是它的轮毯 我们可以再把它开一个新的轨道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 这边这个地方,MIDI FIX 这个地方我们来加一个ARP 我自己都喜欢选择32啦 32,就是让它听起来 因为琵琶的轮毯呢,它不是说很快 它是1,2,3,4,5,回勾 所以它的速度呢,它一定会有一些 比较零散,不会说很快 例如说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再调多一点 这个就太快了 这个也行 有时候它在过的声音的时候 三个走走 就可以结束了 那所以呢,我们在编弹波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一点点 就是技术的层面呢,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轨道 因为它又是另外一个回音的方式 好,那我这边就把它 我们把它打一个轮子 像我的钢琴呢,已经做了一个按扣的动作 那你的弹波该怎么做 那琵琶呢,首先呢 我们会加一个,例如说 一个爬音 但是这个就不太像 那在中国乐譜上面 和弦的爬音它是这样 可能我们看和弦的一个主声音 是跟三五嘛,对不对 那可能有时候基本上 因为在中国风上面呢 五音呢,它是相当重要的声音 所以可能会反过来写 会变成一个转位和弦 可能会变成 这样的声音可能会比较合理 在一个数位音乐转回到 一个现场演奏的声音来说 会比较合理 用都开始的话 可能会比较近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用五音先去刺它的动态 或是 这也可以去做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呢 我会怎么做 我顶多呢,轮子 会加一下而已 好,我调一下 我调一下我们的轮子 让我们转小声一点点 弄一点点 那你就看你个人听感是怎么样 这个也可以 这个也太快了 但是我喜欢用这个 通常我也是会跟二虎一起做一个translation的部分 好,把它撑一下 或者是你直接加一个 那按的东西不要太大 它有一个奇怪的扎声在里面 我们可以加一个轮子在里面 但是就小小拉小小就好了 以一个琵琶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东西 因为琵琶很常做一个扫的动作 那所谓的扫呢 它可能会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看的是传统的一个四行谱 那另类就是一个五线谱的状态 那传统的四行谱会比较接近于流行音乐 那在流行音乐上面呢 琵琶的用法呢 可能我们会分成很多种 就是琵琶可能阳琴 那阳琴今天打 跟跟三音 那我们琵琶可能就弹三音跟五音 因为琵琶的频率比阳琴高 但是因为阳琴呢 它的音域是从次低音的拉到最高音的拉都有旋律 所以呢 它任何一个音域都可以做 那琵琶呢 可以做一个是 这个双音的弹法 或是 那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就可以够大家去使用它了 那再来我讲一下鼓针 鼓针就比较简单 因为鼓针呢 它是可以做分散和弦的 但是鼓针好听的声音是在C2到C3 那C4呢 我比较不建议去跑道 到时候会有点怪 就是太高了 那鼓针也是有一个东西要注意 你记得要把它分轨一下 为什么要分轨呢 因为呢 要注意一下 鼓针的发跟C 它是要坦了之后要去按旋 它是要按旋才能去坦 才能制造那个发跟C 那通常呢 我也会在MiniFix制造一个 按旋的假象 还这个 那我们把它调小一点点 有就好 那有个有短用的声音 你看 这个声音就是它 坦了之后 硬硬硬硬硬硬的感觉 那基本上呢 我的鼓针呢 我就会这样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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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个分散和弦也是不错 那记得我们都要先去即兴 先即兴去听一下你的 这个搭配起来好不好听 那因为我现在也是 即兴在做一首歌出来 在力度上面 我们可以再调小一点点 让它把鼓针的揉眉弄出来一点点 弹完之后呢 你的发跟吸睛把它分解出来 拉到下面这一个轨道 这边你就可以 我自己也习惯了 就是我在混音的时候 我这边就会打一个4跟7 就会我们节目上面发跟吸 那基本上弹波的混音呢 基本上它里面内建的converser就还不错用 那我们只是再把它送多一点点 让它的那个弹轮或是一些空间感 可以再出来一点点 把它送多一点点听一下 我喜欢用它内建的这个logo后 因为声响会比较好 就小小的在后面藏着 那鼓针呢通常是在现在比较近代的乐团呢 会摆在后面跟double bass一起的部分 所以我可能会就会摆放在右边 那琵琶呢如果今天这首歌呢 你就不适合加就不要硬要加 对因为琵琶它的限制有点多啊 因为琵琶它你要好听 它必须要是要有那种扫的动作 因为它指甲要扫 或是call的动作 然后或是一个轮子的动作 你的声音 你编曲才会好听 所以这东西呢 我后面也会跟大家讲一下那个 使用哪一个音源会比较好 好 第一支我们也稍微小声一点点 OK 好 那因为二虎的音源上面呢 因为logic你如果抖音用太多的话 它就会有一个电流声出来 那ample sound里面有一把二虎 那个到时候我也会给大家看一下连结是哪一个 那我先以一个在居家编曲的方式的做法 快速的做法跟大家讲一下 有没有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